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爱钱如命 从前有一个人爱钱如命 每次用钱他都感到像抽自己的筋 挖自己的肉一样难受 有一年 永州洪水泛滥 河水猛涨 冲垮了堤坝 淹没了农田 冲回了民宅 很多人背井离乡到外地去逃荒 这位爱钱如命的人家里也遭了难 凭着他的水性好 才没有被淹死 村里的人都在结伴外逃 他却说什么也不走 因为他藏在村外山上的一口袋钱还没有取回来 邻居几个小伙子陪着他 划着小船一块儿取回钱来 大家这才上路 几个人划着船 准备先渡过河去 然后再考虑到什么地方去谋生 不料 船到了河中央 突然打起楦来 船在水的漩涡中打转 就是无法冲过去 水浪一次次打过来 小船终于被打翻了 几个人虽然水性不错 中阴水流太急 被冲出去好远 折腾了好一阵子 他们才终于抓住了几块船板 任水流漂浮着向下游冲去 那位怀里装着一口袋钱的人 因为用手去摸怀里的钱还在不在 结果 手中的船板被水冲走了 虽然怀中的钱还在 但没有了船板 他却感到无法支撑了 眼看着他一沉一服 其余的人都很着急 有人向他喊道 你究竟怎么了 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快来帮帮我吧 可是 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只是靠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支撑着 大家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哪还有能力救他 一位邻居忽然想到他身上还带着一口袋钱 就对他喊道 快把钱口袋丢了吧 保命要紧呀 他摸了摸钱口袋 那是他的命根子 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 那和要他的命没什么两样 他摇摇头 身子又沉了下去 人们拼命地喊他 劝他 但他什么也听不见 只是死死地抓住钱口袋 一点点地沉了下去